一个肺癌晚期的大毒枭 为了在临死前 能给家人留下足够的钱财 他决定垄断当地所有的市场 光头难看着这个比自己还凶的光头 也是只能乖乖认识 原来 怀特之所以这么着急 全是因为在几天前 怀特发现自己肺部的肿瘤开始扩散 这也意味着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 他决定要干一把大的 然后让索尔想办法 通过合法的途径把钱留给自己的妻儿 怀特给小粉打去电话 沟通了下自己的计划 随后跟妻子请了个假 说要回家看望老母亲 妻子也没多想就答应了 收拾好细软 随后和妻子在机场道别 妻子前脚刚走 后脚他就从机场溜了出来 小粉也按照约定时间准时到达 经过三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怀特和小粉立即脱下衣服 打算大干一场 长时间的合作让他们无比的默契 小粉也在怀特身上学到不少技术 艰苦奋战了两天两夜 他们做出了整整40磅的艺术品 总价值高达134万美元 两人这次是真的发达 但是不出意外到了 意外就要出意外了 因为小粉的失误操作 房车一直处于放电状态 两天时间电量早已耗尽 怀特心想你可真是个憨屁 随后二人抬来了发电机 准备给房车充电 可意外却再次发生 小粉一着急还把唯一的饮用水给糟蹋 怀特拿着灭火器失一脸无语 差点被气到当敞达了过去 你的化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很快到了晚上 饥渴难耐的小粉 甚至都想到了挨饿得的荒野求生 喝尿你看行吗老师 你说啥 喝尿 怀特心想你自己喝吧 第二天不甘心的怀特尝试修理发动机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整整一天 两人是滴水未进科米未沾 小粉还好可以挺得住 但转头一看 怀特猛地咳出一团鲜血 看来身患癌症的他已经命不久 怀特是怎么也没想到 钱没挣到自己就要报事荒野了 但好在怀特是个化学天才 他利用海绵宝宝做了个原生氦电池 成功启动了车辆 两人也再次返回了人间 回到小镇后 自觉时日无多的怀特 跟小粉交代了后事 但是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怀特的肿瘤组织竟然减少了80% 医生告诉怀特 他这偶尔的咳嗽一下 只是普通的肺炎而已 我的天哪 他的肺癌竟然慢慢好了起来 这也意味着他有不够的时间 去制造艺术品 怀特也想过就此收手 但是自己早已踏入深渊 自己真的能回头吗 价值134万的艺术品着急出手 在金钱的面前 谁又能挡得住他的诱惑呢 好了炸鸡叔不要留我了 我是以诺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